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门新的课程 材料工程基础 这是一门我们材料专业学习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基础课程 那么在学习这门课程的第一节课 我们先了解一下这门课程学习的必要性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节课的内容叫序论 那么既然叫材料工程基础 那么一定它跟材料工程问题是有关系的 它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材料工程问题 应该具备的知识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课程中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材料生产过程中 我们一些材料工程问题 材料工程问题 我们大家知道 在我们的材料生产过程中 有几个非常典型的 而又是我们后面必须要学习的材料 一个就是玻璃 一个是陶瓷 还有水泥 另外是钢铁 这是非常大众化的材料 那么在这些材料的生产过程中 它有哪些工程问题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玻璃的生产 这是一个玻璃的生产的工艺 伏法玻璃生产的工艺流程图 在这个流程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原料和配合料的加工 以及一个配置的过程 那么配置好的配合料 会通过窑头送入我们的溶窑 那么玻璃是会成配合料 融制成玻璃液 那么玻璃液在进一步进入到吸槽 成型 成型后的玻璃通过退火之后 就得到了我们玻璃的产品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生产过程中 我们使用到了两个大型的热供设备 一个呢就是玻璃的融窑 在玻璃的融窑当中 玻璃的配合料会被融制成玻璃液 那么这实际上去完成玻璃的 融制以及澄清的过程 那么融制好的玻璃液 进入到吸槽 成型成平板的 伏法的成型成平板玻璃 然后通过退火后得到我们的产品 那么既然在成型过程中 我们又用到了第二个任务设备 就是说吸槽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生产过程中 由于我们高温的烧成 移在我们的融制过程中 我们的气体 也就是说窑炉的 烟气排放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有毒的气体 因此呢 它又会在整个生产线上 会使用了脱流脱销 这样一种烟气的处置设备 同时呢 由于我们高温的烟气排出之后 它实际上是有温度的 为了实践它的节能 它又使用了余热发电 这样一件设备 来利用我们这样一种 高温的烟气中的热量 使得它更好地得到 一种节能的效果 因此在这个整个生产工艺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有这样一些问题的出现 一个呢 在我们的配合料中 原燃料的使用 那么我们玻璃常使用的原燃料 有砂盐 常使 石灰 石等 而使用的燃料呢 是重油和煤气 那么这个配合料 原燃料以后就会通过 它的一些特殊的配方 根据不同的玻璃要求 配方不一样 会形成配合料 那么这个配合料 送入我们的溶药 刚刚溶药中 进行玻璃的溶制 那么玻璃溶制之后的 溶制好的玻璃液 会进入到我们的溶草 进行玻璃的成型和加工的过程 那么不同的玻璃产品 这个成型加工过程不一样 对于伏法玻璃用的是溶草 而如果是我们其他的一些产品 那么在这个成型的装备上 会有所不同 那么成型后的玻璃 再进入了退火来消除硬力 最终呢 得到我们的产品 而在退火过程中 我们同样用到的热工设备 是退火药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 这样一个玻璃的整个 一个制备过程中 影响它产品的质量 那些关键是什么呢 那么首先呢 就是我们窑中的状况 我们在玻璃的溶制过程中 我们的窑的温度制度 窑压 以及燃料燃烧过程中的 稳定状态 和成型过程中的 稳定状态 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 玻璃的产品的质量 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中 影响我们这个产品的成本 又有哪些因素呢 显然跟我们的原燃料的成本 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的原燃料的成本越高 我们的玻璃的产品成本也高 另外呢 还跟我们的玻璃溶制过程中 热量的利用效率有关 也就是说燃料燃烧的效率 以及传热效率 也将直接决定了 我们玻璃液的成本 直接决定了我们玻璃的成本 那么还一个呢 在我们整个这个玻璃液的溶制 以及成型 还和玻璃的退火过程中 那么它涉及到了 哪些基本的专业知识呢 显然它涉及到 在玻璃液的过程中 玻璃的溶制过程中 一定有玻璃液的流动 因为在传热的过程中 玻璃液在流动 从窑内进入到成型 吸槽的过程中 它一定有一样一个溶制的过程 那么从它的溶制到成型 到它的成型到退火 那么这样的话 存在一个流体的流动过程 同时呢 在这里面 由于我们的玻璃 是在溶制过程中 因此呢 它一定有热量的一个传递过程 另外呢 还有我们的质量的传递过程 还有呢 我们的燃料燃烧过程的存在 因此我们看 在玻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中 决定产品质量的关键 是在于我们温度的控制 摇压的控制 以至燃烧过程的控制 还有成型过程的控制 而决定它成本的一些因素 有燃料的成本 原料的成本 以及燃烧过程的热效率 在这个部分 质量的控制 和成本的控制的过程中 我们会涉及到很多基础的一些 工程的基础知识理论 那包括流体的流动 传热 传值和燃烧等等 这就是我们玻璃生产过程中 所涉及到的一些工程的基础知识 以及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些工程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陶瓷的生产过程 这是一个陶瓷的生产的供应流程图 显然大家看到 非常的复杂 这实际上它有几个部分 它的第一部分 实际上就是煤制器的过程 因为在这个的陶瓷生产线 它实际上是用的 使用的是煤气 用煤气发生炉 其实有一个煤制器的过程 那煤制器出来的煤气 水煤气就进入到了窑炉 去供我们的陶瓷的烧成使用 那么得到的水煤浆 实际上就去热封炉 进入了热封炉 而这个热封炉产生的热量 是用来我们原料 得到的原料的配合料 那个喷雾干燥 来干燥我们的那个 配合料的那个料滴 那么配干燥后的这样一种陶瓷的原料 就进入了压机成型 成型后的这样一个陶瓷的配体 进入了干燥窑 干燥窑干燥好的配体 进入这样一个石油线进行石油 石油完成的这样一些配体 进入我们的窑炉进行烧成 烧成完了就得到了我们的陶瓷的产品 那么这实际上是一个我们建筑陶瓷的陶瓷砖的生产线 因此这个产品得到的就是我们的陶瓷砖 那么在这个的整个生产过程中 它涉及到了很多我们的工程问题 一个是煤之气的过程 实际上是一个工程问题 而这个热风炉的加热过程中 它对于我们的喷雾干燥 这样一个干燥过程中 这个流泰的状态 直接影响了我们干燥的效果 还有呢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干燥过程中 我们的配体的干燥过程中 那么温度制度的控制 直接决定了我们的配体的质量 还有在我们的熔炉的烧成过程中 我们温度的控制 以及摇压的控制 直接还有气氛的控制 都直接影响到我们胚体 得到的陶瓷砖的色泽状态 那么当然呢 在我们的生产过程中 由于产生了 在喷雾干燥过程中 有大量的粉尘出现 压制的过程中 有大量的粉尘出现 因此呢 它使用了我们这个高效 耐高温的布袋收成器 来降低我们粉尘的排放 同时呢 由于在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中 废弃物当中有大量的流的产生 因此在这里呢 它使用了脱流塔 来减少流的排放 还有在我们的实际的热风炉的使用过程中 会有大量的氮氧化物的生成 因此呢 它采用了SNCR技术来进行脱销 由此呢 通过这个脱销 粉尘的脱出 以及脱流使其排放的气体 达到国家的标准要求 这就是我们在陶瓷生产过程中 我们设计到的一个各个环节中 所设计到的跟工程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 就是陶瓷生产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水泥生产 那么水泥显然我们以最大众化的 干法水泥生产为例子 这里我们来看看水泥生产的窑炉的系统 在这个水泥窑炉的生产系统呢 它有几大部分 一个呢 是回转窑的部分 窑的部分 在这个窑的部分呢 实际上是我们水泥熟料的烧成 它实际上是一个回转窑 那么再一个大部分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窑尾的系统 这个窑尾的系统 实际上是我们的配合料的 一个是预热和分解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 我们把在我们水泥中 这实际上在回转窑这块呢 叫窑头 这个地方叫窑尾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生产 那个示意图里面 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黄色线标志的整个的方向 是我们的气路运动的方向 而绿色线所标注的 实际上是我们料运动的方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气的运动方向 和我们料的运动方向 是两个相对的方向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首先在回转窑中 在给它高温之后 我们的生料 过生料下来分解好的生料 到这里面呢 实际上是完成的是一个 我们的硅酸盐矿物的形成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水溢熟料 在这里面得到烧成 也就是说我们水溢熟料中的 各种矿物是在回转窑中 去完成它的整个烧成过程 而在这个窑尾的部分 它的主要的作用 实际上就是一把出现的热量 高效地利用起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配合料 从一极桶往下下 它运动的过程中 我们排出的这个热的气流 去预热这些配合料 配合料预热完了 通过四级预热器之后的料 会进入到分解炉中 在这个分解炉中 那么生料中的大量的碳酸盖 会在这里完成分解 也就是说 甚至85% 90%的碳酸盖的分解 是在分解炉中完成 完成完分解的 大量完成完分解的 这样一些配合料 在最终下入到 我们的回转窑中 在回转窑中 形成矿物的烧成的 这样一个断烧烧成的过程 那在这个整个的生产线中 为什么我们会用分解炉 和预热器来预热我们这个物料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是一个非常高效的 一个热合固气固两项的 一个热交换的这样一个过程 它使得它以一种最佳的 一个运动状态 来实现热和我们料之间的 一个换热的这样一个过程 使得它的传热效率 大幅度的升高 而在以前 我们的施法窑的生产过程中 没有这样一个窑尾的 这样一个预热系统的 这样一个生产线的时候 它的窑会很长 那么碳酸盖的分解过程 是要在那窑内去完成的 那么大家从这个 回转窑中你可以看到 它的传热效率 实际上是从火炎 传热给我们的配合料 那么它因此 大量的传热的那个原理呢 实际上是通过 辐射传热的这样一个过程 而这个辐射传热效率 实际上相对来说 在这个回转窑系统来说 相对效率要低很多 而物料是处在 以前的施法中 物料处在一种堆积状态 因此它和 它的碳酸盖分解中 过程中它在吸热和热和 固体物料和那个气体 火炎中热气流之间 那种交换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那么因此呢 通过改进以后 变成现在的新型干法药以后 增加了这样一个 摇尾的预分解系统 和摇尾的预热系统 就使得热交换效率 明显提升 因此呢 使得它的生产的成本 也相对降低 那么燃料的使用量 也会降低 同时呢 使产品的质量 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这就是在我们 这个生产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这样一个 烧成过程中 用到的一个装备里面 存在了燃料的燃烧过程 同样呢 在这个分解炉中 有大量的气固二向流 这样一个交换过程 有大量 还有流体的运动 以及船只过程的存在 这实际上 这就是在我们 水泥生产过程中 所看到的一些工程问题 那么再我们来看看 钢铁 刚刚我们谈到 前面三个都谈到的是 无机材料的 这样一种制备过程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金属材料 那么它在现代的 钢铁炼钢过程中的 一个流程 这个呢 实际上是 钢铁炼钢的 一个流程示意图 在这个示意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首先经历了几个环节 一个呢 就是它的配合料 就是一个 配合料之后的 一个炼铁的过程 这个炼铁呢 是在高路中去完成 形成铁水 这个铁水呢 是在高路中完成 那完成完了 炼铁之后 这个铁水形成之后呢 它要进入第二阶段 就是炼钢的过程 那么这个铁水呢 进入这个 转炉 然后进行炼钢的 融制的过程 那么炼钢完了之后呢 进入连柱和扎钢 那么根据不同的产品 需要它的采用的炼钢的配方 以及连柱的方式和砸钢的方式 会有所不同 最后得到我们各种各样的钢的产品 那么在这里面 同样它存在了几个热工的过程 一个呢 这个高炉 在高炉中一定有燃料的燃烧 以及我们物料在形成过程中的 一个传整 一个传递的过程 那么还有呢 就在炼钢的过程中 在这个氧气转炉的过程中 它同样加入了各种样的组分 在这里面有 也同样有燃料的燃烧 以及物质的传递过程 那么这是我们在这 那么在它的连柱 以及扎钢的过程中 同样的一系列的工艺 也会影响到产品的质量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从炼钢 水泥 玻璃和陶瓷 它们都存在一些 它的制备过程 都有它的特点 在这里面呢 我们为了进一步的去分析 它们的共性特点 我们把它制备过程 用简单的语言进行一下描述 首先我们看玻璃的生产过程 实际上就是从原料到溶质 到成型到退火到 最后得到产品 而陶瓷的生产呢 同样是配合料 然后它不同的是先成型 然后干燥 然后烧结 最后得到成品 那么对于水泥的生产来说呢 同样是原料和配合料 然后得到先是预热 然后预分解 然后再熟料断烧 再得到水泥的产品 那么对于钢铁来说呢 同样是原料配合料 高炉的炼铁 转炉的炼钢 最后得到连柱炸钢 得到产品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玻璃陶瓷 水泥 钢铁 它都分别的使用了热工的设备 在玻璃中 我们在融耀的中 要在融耀中去完成玻璃液的融质 而在成型过程中 吸槽过程有大量的热量 同时在退火过程中 同样也需要使用热工设备 那么这里面 在融质和退火过程中 我们有大量的需要用 这样高温的热工设备 去完成它的生产 而在陶瓷过程中 它的陶瓷的干燥和烧结过程中 是需要用我们的热工设备 去完成的 而在水泥的生产过程中 它的预热器的预热 以及我们的分解炉中的 碳酸钙的分解 和我们熟料烧成过程的回转药 也是非常大型的 几种典型的大型的热工设备 在这里面 在这个制备过程中 同样需要热量的供给 和各种化学反应的发生 那么在炼钢的过程中 炼铁的高炉 和用于炼钢的转炉 这都也是非常典型的热工设备 那么我们分析 那么不同的材料的生产过程 它同样都存在一些 共同的问题